继续来看是民进党冠议市立委好三年李正义 23号是在冠议会呈咱们头前的讲座 既行三票顶将来全家董起来的既家会 在中邀请到三位收到拥有投票款的亲人朋友 这会有专公的冠议人党起来 当国共投票用首席的总统立委还有政党票 来决定自己和台湾的未来 民进党冠议市立委好三年李正义 在冠议市场投身体和党集议会员的北斗志向 教会去这边 在中邀请到三名年轻人的手头族站出来 共同好友大家拥有欢迎投票 用首席的三票固定够在台湾的未来 现在我们澳洲在放三担结架 然后就正好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 然后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票 所以我决定 而且又正好遇到是总统大选 所以决定一定要回来为自己的未来 还有我朋友还有我们家我妹妹我弟弟的未来 一起付出一起做出一个很大的选择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都是就是比较被动 比较就是很关注社会的问题 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年轻人就是 因为我们年轻人所以才更应该要去 就是重视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大的议题 这样那不要忽视自己的权利 选择选三天 民进党将一起留意后三年理事役用掉 最后关头是要大家合照 幸福宾的亲家朋友 都做回算 拥有欢迎投票 现在选举到了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步数还是都没有变 就一天到晚靠着买票 靠着抹黑 靠着造谣 想要靠这两招就要选举获胜 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台湾人民有这样的智慧 我们一定要拒绝买票 那第二个我们要请所有的青年学者 还有请其他的年轻朋友都要返乡投票 不管你工作在哪里 不管再忙 我们都希望大家要返乡投票 那最后第三个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选票 支持民进党 让蔡英文可以顺利当选总统 让民进党在国会可以过半 我们好好来对台湾做一个彻底的改革 很多地方来自大型的投票因 由五回价共同万行平台 用尽在各个人 这会用双票改革台湾 点亮台湾的关心 希望在这三整关键市场 合照拥有投票款的民众 党起来 拥有出来投票 这票都没得到 这一新新闻中个边 王小山 各位期 蔡宏博德